尊重生命 师兄 你有没有听见有人在笑的声音 好像是那边传来的声音 我们过去看看 快跳 逃跑了 别跑 王公子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在让青蛙比跳远 我要选出跳得最远的青蛙 这要不好 快过来 你来看 这里还有好多只青蛙 王公子 我劝你还是赶紧把这些青蛙放回去才好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我抓到的青蛙就是我的 你们管不着 可是他们这样子很可怜 我不管 你们两个别把我 走开 温西 我们一起赶快把青蛙放回去吧 你们休想 王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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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好 那后来 你们就这样让王公子回家了 王公子家的门关上了 我们在外面敲门也没人理呀 好 就算是关上了门 我们呢 也不能轻易放弃呀 天下万物都有生命 都应该受到尊重 我们如果看到有生命受到了为难 就一定要尽能力帮助他们 知道吗 是 师傅 师傅有何贵事 请问王公子在吗 公子就在院子里 我们现在就来比赛 我先画脚线 谁的青蛙跳得最远就算赢了 最输的可要请客 不能反悔 我们不可能输的 你们两个准备请客吧 跳 加油 跳 我赢了 不行 这一定要再比一次 不公平嘛 王公子 你们快住手 任何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 即使是小动物也不例外 我们应该爱护他们才对 我们只是在比赛跳远而已 对你们来说是游戏 但是对青蛙来说呢 这可是大大的折磨哦 众生呢是平等的 我们何不将心比心 体会万物的感受呢 嗯 好吧 我们现在呢 就把他们给放回去吧 去咯 他看起来好像很快乐耶 快走吧 好 这只会潜水耶 嗯 你们看 青蛙妈妈还会背着小青蛙散步呢 你们看 这些青蛙还是一家园的 人虽然是万物之灵 却往往忘记珍惜与应有的尊重啊 王公子 你们玩弄了这些无辜的青蛙 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向他们道歉一下才对啊 嗯 什么 你要我跟这些青蛙道歉 嗯 嗯 我才不要呢 嗯 这像什么话呀 好了 算我对不起你们这些青蛙 下次不捉弄你们了 嗯 对不起了啊 美好的随喜 哎哟 慈悲伟大的佛祖啊 我最近实在太倒霉了 光说今天这个风和日月的早晨啊 我出门没走几步啊 我就被桃子给打到了 后来呢 还被水泼得一身湿 害我损失了五十两的银票 再加上其他林林总总 只要能够让我解除霉运 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呀 那我就先谢谢您了 王源万真的很倒霉耶 对啊 希望他早日摆脱霉运 王源万 你们两个知道怎么摆脱霉运吗 不知道 嗯 如果我做一些好事的话 应该可以解除霉运吧 但是 要做什么好事呢 哎 中秋节快到了 穷人虽然也可以赏月 却不一定有月饼吃啊 如果我送他们每个人一盒月饼 那岂不是好事一见吗 这样真的可以去除霉运吗 不知道啊 走 我们现在就到村里最穷的地方去 是 是 是 原外 开门 开门啊 我是王源万啊 快开门啊 开门 王源万啊 我帮您送月饼来了 哎呀 王源万 请回吧 别找小的麻烦了 哼 请开门啊 我是王源万 我送月饼来了 啊 哎 哎 我只想送月饼来啊 有人在吗 有没有人在啊 这是奇怪啊 哎呀 您不知道啊 我明明啊 是很诚心的 要送中秋月饼给那些穷人 可是为什么没人愿意收呢 可能是平常园外太高高在上 大家呢 一时害怕吧 狗狗在上啊 嘿嘿嘿嘿 小鹅 欢喜 师父 师父 你们两个人啊 陪着王源万去发送月饼 好吗 啊 是 师父 嗯 那就先谢谢两位小师父 我有事先走了 哈哈 师父 王源万万送月饼 是为了去除自己的美运 我们为什么要帮他 虽然王源万是为了他自己 不过呢 既然是做好事 我们都应该乐观其成 这个呢 就是随喜的心 所以呢 你们要抱着随喜的心 帮忙王源万送月饼 两位小师父 请问有什么事吗 老伯伯 老伯伯 中秋节快乐 谢谢 谢谢 我好久没吃月饼了 这是王源万送的 这 这可以收吗 没关系 您收下来吧 原物啊 真是谢谢您 麻烦您亲自跑一趟 别客气 别客气 孩子们快出来谢谢王源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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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到了 我在想一件事情 什么事 为了去除霉运 我今天也算是浪费了不少钱 可是为什么我却感觉有点快乐 想起那些人满足的笑容 我的心里也跟着高兴起来 王源万 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 当然会快乐 这些钱不能说是浪费 是吗 这我倒是没想到 师父说的一点也没错 好事总会得到收获的 对啊 就连王源万也感受到了 师父所说的随喜 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 话迪为友 诶 祥和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呢 我 没关系 你说 我不小心 没想到得罪了王公子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哎呦 事情好重了 帮帮我 关系 刚刚就跟你说过 叫你不要带大水桶出来 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我希望你帮忙 你站起来 我来帮你 哈哈哈哈哈哈 大猴子带小猴子逛街 好笑好笑 你不来帮我们就算了 还笑我们 太过分了 我才不要帮你们两个了 好无辣关系 我们做我们的事 别管王公子他说什么 嗯 你们别瞧不起人了 挑水很简单的嘛 你看 来 王公子 你别逞强 小心点 正强 你说我逞强 我是说要你小心 我倒是要跟你比比 看谁比较强 后来王公子一直拉着我 要比谁比较强 那你答应了吗 嗯 预备 开始 师兄赢了 太好了 来 来 王公子 从此以后 我每次去挑水 他都过来找麻烦 不是把我绊倒 就是要我滑倒 要不然就是挡着路 不让我过去 其实啊 与其当敌人 不如做个朋友 你觉得呢 可是师父 我不知道怎么和王公子变成朋友 师父跟你说 王公子 你 你是个小乌龟 我敢说你连一桶水都没有办法骑到山上去 谁说的 如果我们再比一次 你一定会输我的 要不断的跟王公子比赛的 我赢了 我赢了 居然是你赢了 当然一定是我赢了 王公子你赖皮 这次不算数 一定要再比一次才行 不管比多少次 我一定都会赢你的 售下败价 师父 做朋友果然比当敌人好多了 现在王公子不但不会找我麻烦 还帮我挑了好多铜水上山的 他再也不会捉动我了 王公子想必也练得身强体壮了吧 是啊 他现在身体强多了 我们再来比赛吧 祥和 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一定可以赢过你的 他在叫我师父 那我现在去挑水了 你去吧 你别紧拿我的袍子 我们也化敌为友 好不好啊 乐观进去